走進屏東海生館的禁區 可以一覽研究員投入珊瑚研究和富裕的技術與成果 也可以到保育淚水深深戶收容照護場所 處理傷病海龜的醫療收容與眼方等保育工作 屏東海生館推出全新後廠看格購體驗 結合與你同行、海龜收容所、珊瑚農場和魚類標本室 一次揭開後廠的神秘面紗 屏東海生館開館至今 我們除了展示各式各樣豐富的海洋生物之外 當然還包含了研究以及照護的工作 我們今年也就於2月1號推出了全新的活動 後廠看格購這個體驗活動 我們除了帶領民眾走入台灣水館 以及山王館的後廠之外 我們還將帶領民眾去認識這些收容以及照護的場域 原本海生館與你同行是由導覽解說員 引領進洛杉湖王國館或是台灣水館的後廠 清篤 隱藏在展示缸背後的肆域環境等 如今的後廠看格購更可以近距離觀察保育類生物 相當難得 包含了我們的海龜收容所 還有我們的商務農場以及我們的標本室 台灣水館以及商務館的後廠 我們會由專業的解說員帶領民眾走進 肆域園的工作環境 去認識這些肆域照護的工作 在這個活動期間民眾可以親手餵食這些魚苗 甚至可以親眼觀察這些可愛的鯊魚寶寶 我們會帶領民眾走入我們的海龜收容所 去認識這些被海生館救護的海龜 因氣候變遷衝擊 海生館有鑑於傳統的寶具和富裕作為投入研究 人為協助珊瑚調適快速變化的環境 建立珊瑚培育苗圃 珊瑚方舟和珊瑚農場 希望能為台灣海劇的珊瑚交代來新生機 也透過此次活動更被民眾看見 記著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